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活的目的在让无聊变有趣 有个名词叫过早 只有某样东西让你过了一大早 一早过得会说 会笑 会爽 会饱 湖北人的过早真是幸福又美妙哦 有谁敢跟我说这个东西你绝对没看过 这个东西我真的没看过 因为它是活的哦 第一次看到活的盈余啊 活的盈余 活的盈余 各位 各位 我们来到湖北啦 这个湖北啊 跟湖南用什么湖来做交界呢 洞庭湖 但是呢 横跨过的江是什么江呢 是长江 现在到了湖北啊 有特别一个地方要介绍的就是 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不错哦 我跟各位稍微解说一下好了 上面呢 可以走这个车子 连接长江的两岸 中间这一段呢 是铁路 金广铁路 北京到广州 是贯穿全国南北的哦 下面 河道 长江 长江 上游 下游的交通往来就靠船只啦 这是三维的 立体的耶 那 但是啊 这个江边的人也很重要哦 江边啊 他们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这个逛街 散步 谈恋爱 上厕所 洗衣服 还有我们来这边拍片 也是在这江边嘛 是不是 地理武汉三镇五湖 历史武昌起义我也知道 但是正二八经的武汉啊 湖北可是第一次来就可以下注咯 非常的大 站在这里 一分钟就有120辆车经过 这还不包括 诶 铁路跟水路哦 这里可是中国交通的心脏 简单的说两个字 舒 苗 现在要讲过早啦 过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跟我说啊 要认识过早 就要到附近这边有一个这个地方 叫做护布巷 你看 到了 古代的政治机关啊 分成什么 礼部 兵部 上部 其中还有一个户部 那个兵部啊 管军事嘛 刑部呢 就是管这个司法 那户部管什么呢 管人啊 好莱坞电影忙碌的纽约啊 敢上班酸酸面包夹热狗 时间够的话再跟小班咬一杯咖啡 对啦 武汉是中国的交通苏鸟 从古至今这里就是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这里人早就上班边走边吃啦 只是吃过早吃出大名堂哦 湖北人的过早 有三样东西还蛮特别的哦 先跟你说有热干面 还有这个 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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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 谢谢大家提醒 还有第三样呢 叫做这个 面窝 这三样东西呢 一般在其他地方 比较难见到 所以呢 介绍过早 我就锁定这三道这个 湖北美食好了 前面这一家店 好像就是卖热干面的 来 我们进去看一下 热干面到底是什么 热干面是有历史的面 听说刘备 关羽 张备 曹操都吃过 张备 他还吃了三碗 有客人吃热干面吃了不过 你还要买回家吃是不是 对 这个意思 那我要买热干面 要先到那边付钱 是不是 再过来点 对 那我们再过去一下 可是还有这个 可以带回家的家庭包 好好玩 来 在人人都赶的交通枢纽 古汉这个城市里 你要怎么样 才可以吃到一碗热干面 来 走 我们去领热干面 热干面有什么吃法 这是面对不对 你现在淋的是什么 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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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这个是什么 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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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萝卜 白萝卜 大头菜 红萝卜 萝卜 萝卜 麻酱 哇 手势好俐落 于是乎热干面就像大骨铁一样 大头菜 虾米 肉 你想要的全部都加进去 让你一次满足 最后 淋上传说中热干面的灵魂 农存香芝麻酱 湖北人的过早 分量 真实在 要拌圆 拌圆圆 吃麻酱拌开 哇 好 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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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 一碗比较好的 真的 这个热干面就是 湖北很有名的过早 对不对 对 如果只是加了麻酱 那就是一般的麻酱面 对不对 但是它中间还加了很多料 就变成湖北的这个 名点 热干面 然后热干面 我觉得 我觉得一边走的是 跟大家一样 然后一边找另外的一道菜 好不好 台湾人想家的时候 一定要来一碗牛肉面 湖北人想家的时候 吃什么呢 就是这个热干面 好 各位 做早第二样美食 面窝 大哥你好 大哥贵姓 郭大哥是不是 这面窝是你们家的 对 这从古到京武汉食人 有其他的东西 你老婆好像比你会讲话 大姐 你好 你跟郭大哥是夫妻两嘛 对 一起卖面窝 面窝从古到京都有了 是不是 武汉的温位 池巴面窝 他的名字叫金包银 叫金包银啊 面窝是黄的 池巴是白的 面窝是黄的 池巴是白的 就是 金色包是银色的 对不对 好兆头欸